大家好,我是翔玉 今天我在馬尾座的記者會上面 然後呢,為什麼要選擇他 其實我選擇的是另外一種對土地的看法跟方式 那我覺得選擇他的話,有一個觀點很重要 因為他已經通過了另外一種選舉的方式 而且我自己本來就很喜歡這樣子一個單打獨鬥的精神 因為這樣子的話,其實你可以去除很多那些多餘的東西 就像馬尾座說的,為什麼選舉一定要靠政權 然後靠政黨 那這樣子的東西其實在我的觀念裡面 對啊,沒錯啊,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 那參與政治為什麼一定就是非得要那個樣子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部分的選擇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我們講的決定的東西 因為他從他以前直到現在的 不管是紀錄片也好 或者是他訴求的一些理念也好 其實跟我其實非常雷同 雖然我不是在部落上大的園助理 我是對我自己自身的一些權利 然後還有一些我的助理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覺得他在探討我 我就非常欣賞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就一無反覆的戰服 你會期待馬尾座如果選上立委的話 你能夠做些什麼事情嗎 呃,我其實很相信他現在訴求的那些事情 對,第一,然後就像土地 其實花東的這些土地的議題 然後再來就是教育的,教育的東西 就是說因為學校裡面,沒錯 如果有原住民的一些簡單課程 可是他並不是真的去落實 對,誰說學校一定要有 一定要先學國語呢 為什麼不是先從國語開始呢 像這樣的東西 嗯哼 那要不要鼓語一下大家一起來 我覺得,呃,大家一定要選擇 就是馬尾座,因為 他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對就很多的年輕人住民來說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 然後對之前對政治人感 可是我覺得現在 找到了這四個希望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 奇蹟,他是上帝給的 可是我們自己也可以創造奇蹟 好